阿婆,二叔公排第幾呢? 還要問 那二叔公嫁女? 在廣府地區,有很多關於二叔公的協助語 譬如說,二叔公看牛股,下一句是什麼呢? 那二叔公割和呢? 那二叔公試田? 聽其實就是等的意思 那二叔公是插秧的秧,即是等插秧 那秧又和租秧的秧是同音 聽秧即是等租秧 那二叔公煎糕呢? 玩咧,福去 那二叔公賣魚呢? 香香,猛猛 那二叔公種椒呢? 喔,又翻唱一下 那二叔公吃飯呢? 好,一頓好,一頓 那二叔公餵豬呢? 沒有事沒有喉 為什麼呢? 沒有餐沒有斷呢? 即是說不定時的意思 那二叔公釣旁鞋呢? 嗯,坐定粒粒呢? 你又知不知道坐定粒粒是什麼意思呢? 知道的話,答嘛 那二叔公弄艇仔捉,下一句是什麼呢? 叫板煮碗粒 那二叔公捉黃線,下一句是什麼呢? 內捨 那二叔公和人家吹噓,他是裝線高手 但是其實蛇和鞋,他都分不清的 有一次大家要他表演一下裝線的時候 他就捉了一條 誰知那條是蛇,不是黃線 還誓了他一口 那這件事就淪為大家的笑柄了 所以就有了這一句 那二叔公捉黃線,內捨 亦都有人說 二叔公捉黃線,真是不衰,拿來衰 那二叔公落衝,下一句是什麼呢? 哇,糟糕比龍船 原來二叔公還會撐艇 那糟糕比龍船,這句話又為什麼呢? 其實這句話是形容 接觸先燈,遲來先上岸 話說在舊時候是沒有廁所的 那大家都是在屎塔上方便 每天都會有人來收 那收來做什麼呢? 就是用來當肥料用 那有一年的段五節 而珠江邊舉辦爬龍舟比賽 剛巧二叔公收完米田貢 就趕著屎艇回來 比賽的人出於敬怒和好心 就讓二叔公先走 誰知這個二叔公三分顏色上大紅 就說,哎呀,屎艇比龍船 屎艇比龍船 後來就用二叔公落衝,屎艇比龍船 這句話來形容後來居上 那二叔公收肥,趕艇歸,下一句又是什麼呢? 嗯,真有事啊 那二叔公油鹹水,下一句呢? 真恨了,真恨了 阿龐,你看一下,二叔公港鼓 哦,是咯,口水花粉粉,又故階天 你看他,你看他,真是二叔公沒有屍頭 是啊,威才,你看他 那二叔公做大戲,下一句又是什麼呢? 嗯,做好就做 嗯,笑死二叔婆了 那二叔公種木樹,下一句又是什麼呢? 哦,你剃一剃一剃 那二叔公去剃頭呢,下一句又是什麼呢? 發狼一剃 那這裡說的發狼,其實就是發狼禮 發狼禮,即是發脾氣,發難閘的意思 那二叔公快水報 遮頭啊 二叔公吃芋頭 鬆又一個,鬆又一個 這句話又為什麼呢? 芋頭好粉,有人說好鬆,好蒙 不同的地方,說法也有不同 那這裡的鬆一個,又鬆一個,是一語相關的 那除了是形容芋頭好粉之外,還可以形容人走落 或者是離開的意思 那譬如說走落,那在廣府話就有很多種說法 譬如說撇咯,扯咯,蒙咯,還有鬆咯,鬆人 那這裡說的鬆,即是有走離開的意思 那鬆,即是散,散就是離開的 譬如平時我們說的綁緊它,相反就是鬆開它 鬆開就自然是離開的 鬆開鬆開,鬆散鬆散 包括平時我們經常說的照完鬆,都是用這個鬆 照完鬆也有人說照完鬆 照字就是嘴著著字,著即是食 鬆就是鬆人離開 照完鬆的意思,即是說吃完東西之後就不理 不認人的,離開的 那後來引申到人身上,譬如說阿強扯完美女之後 就照完鬆,即是說她鐵齒枯子和欣忍的意思 不過照完鬆都不可怕,最怕的是 你究竟照完槍? 所以二叔公說齋 歌天歌後三分年 那這句是來自廣西網友提供的 二叔公煮豬腳薑 唉,沒有離開那麼多 你看她,真是好像二叔公拜年 那面前給你留了 那二叔公寫制文下句又是什麼? 活該死了 有人說二叔公是純德人 他讀制文的時候,讀帝時的時候 用他的家鄉話就讀成 帝師,帝師,帝師 聽起來就以為他講活該 活該在廣府話裡是指活該的意思 喂,獨制文又在這裡說活該 所以就有了這句血後語 二叔公寫制文 活該活該活該 那二叔公入豐箱又是為什麼呢? 兩頭之仇是 那二叔公的老婆是誰呢? 二叔婆 那二叔婆扔心口呢? 有軍有造 那二叔婆養豬 哦,夠大好心機 二叔婆不見了這隻雞 哦,在二叔公也有了 但是說了這麼久 這個二叔公又是哪位呢? 為什麼要這麼多搞作呢? 在背墳裡面的叔公是指阿公的弟弟 因為排第二,所以就叫做二叔公 這個是背墳的稱為 廣西人有時候講笑 講的二叔公其實就是像賓州 即是那個作案工具 那廣東人講的叔公就是指當普 或者是當普的掌軌 那拜二叔公其實就是典當 因為以前當普的櫃桌是很高的 要舉高才可以遞得到 那通常掌軌股價是很縮骨的 但二叔和二叔是有諧音相近的 即是很縮骨 那當的又是二手爺 所以就叫做二叔公 那後來二叔公就成為了當普的代名詞 那正說邂後語裡面的二叔公 又不是說特止一個人 只不過是一個代稱 你代入三叔公都可以 那這些都是口口相傳 順口講的 那今期的問題是 講下你印象中的二叔公又是怎樣的呢 你親戚裡面有沒有二叔公這個人物呢 有的話留個言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哇你真是大小玩老虎 什麼意思啊 拍矮而已 拍矮而已 我的話你村長騎牛輩 什麼我才知道 不告訴你 讓你心思思 如果有人欺負你 我教你侄不去 是不是啊 那如果形容一些 車大炮的 說話又不是很靠得住的 又怎樣說呢 你就說他生蟲拐子 什麼意思啊 靠這樣住 那形容很差又怎樣說呢 我差一托落點 為什麼啊 差一托到底 那形容一些沒有良心的人又怎樣說呢 那形容一些沒有良心的人又怎樣說呢 你們說他木頭人 為什麼啊 補心肝 那如果想表達沒有必要又怎樣說呢 你們說他珠基老美 是什麼意思啊 都是魚啊 哦 其實珠基老美以前有一間多餘茶樓 所以就是多餘 那形容很沽寒的人又可以怎樣說呢 這句經常聽啦 有沒有第二句啊 為什麼啊 咬不入 其實咬不入 就是說這個人很沽寒 沽寒到你想咬他都咬不入 很難在他身上拿到好處 那鐵咀雞又為什麼呢 就是形容一些咀嚼嚼的人 那一道兵跌落躁情又怎樣說呢 土漢酸啊 那如果想說他只講不做又怎樣說呢 你說他 我想仔念經的 什麼意思啊 有口無心 那弟弟玩泥沙又為什麼呢 異稀啊 其實普通話都有異稀這個說法 是形容做事不認真不嚴肅不嚴謹 像貓著玩 我問你 麗腐殺過綱是什麼 下一句是什麼呢 知道的話你留個言 阿婆丹梯大家都知道是什麼意思 但是如果豆腐老丹梯下一句又是什麼呢 承左黎了 豆腐老丹梯承左黎這句話 到底有怎樣得來的呢 話說舊鎮時考科舉的時候 放榜的地方就是廣州虎城學宮 那學宮隔離就有一間豆腐店 有一次貼綁的人就不記得戴梯 那麼巧得那麼巧 明得那麼榜首的就是豆腐店的老闆 所以這個老闆很樂意地搬一條梯出來 服侍了他貼綁 所以自此以後就成了慣例 那官府每次放榜貼綁的時候都不戴梯 問這個豆腐店的老闆借梯 所以自此以後也有了這句那麼斬鬼的血頭語 豆腐老丹梯成了例 不過這個其實只不過是坊間的傳聞 不知道真還是假的 那形容白癢一趟又怎樣說 你就可以說 地歪鋪路 什麼意思呢 白癢的 那如果形容一個人 或者一件事不單止沒有用 還起到破壞的作用 就可以說 製作一母柄剃刀 沒有用咖善酒 如果形容有些人只懂得批評人家 但是自己又做不到 就可以說 啞仔彈琴 會彈也會唱的 如果想說一個人 點擊都不開銷又怎樣說呢 你就說他牛肥燈籠 為什麼 點擊之明 不知道你身邊有沒有這種朋友 他有錢的時候是不認識人的 不知道去了哪裡 但沒有錢的時候他就瀑頭了 那就可以說他做一堂底石 水乾先易見 那這句說話又為什麼呢 唐底石水乾先至見 也有人說唐底液水乾先至見 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是在池塘裏面 用來塗著那隻牛 或者是綁著那隻船的那塊木樁 或者是石墩 如果池塘的水多的話 是會浸過那塊木樁 或者是那塊石墩 但如果夏天乾乾的時候 那這塊石墩 或者那塊木樁 就會塗頭會現形 那廣東人一向都是以水為財 有水就等於有錢 所以無論是唐底液也好 唐底石也好 都是用來形容那些 有錢他就自己去享受 不認識人的了 沒有錢需要人救濟的時候 才懂得找朋友 所以就有了這句說話 唐底液水乾先至見 有時候做人真的要頂著石磨做戲 是呀 血力不討好 有些人真的受硬不受軟 要罵才行 又怎說呢 你就說生性糟 為什麼呀 看不得過 如果形容一些自討苦吃的人 又怎說呢 臨腦割包皮 為什麼呀 找狗內搞 那太監割包皮 他又是什麼呢 拿下去講的 如果形容一些很奇怪的事 就可以說 庫頭插之旗 出大器 那白蟻駐觀音 下一句又是什麼呢 自身之難保 觀音菩薩有求必應 但是白蟻駐他的時候 不要說幫你 自己都自身難保 那揹手太監 下一句又是什麼呢 拳頭的拳和拳利的拳字是同音 揹了手即是沒有拳頭 沒有拳頭即是沒有拳利 那玻璃夾慢下一句又是什麼呢 有得體又沒有得體 其實這一句 和彈家雞見水 得個望的意思是一樣的 都是形容得個體 就沒有得用 沒有得吃的意思 講到這裡又令我想起 在長沙有一間餐廳 櫃桌就買了一千四百幾萬的現金 玻璃的收銀桌是防彈的 有得給你看就沒有得給你洗 有得看就沒有得用 那形容很難商討的人同事又怎麼說呢 繃了茶壺 為什麼 爛針的 這裡的針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是針茶 針酒的針 繃了嘴的茶壺是很難針出來的 而第二個意思是指針著的針 針著即是再三考慮 再三商討 才做決定的事 那難針了 即是很難商討 很難決定的事 嘩 你看他 茶枝粉吊頸 嗯 死要面了 生活上很多事 要面子和酥醉的人 有些人說話很好聽 但心底走壞 又可以怎麼說他呢 你說他古老子譚 為什麼 口血吐臭 阿婆床底破柴又為什麼 撞了大板 這裡的撞板其實是指闖禍的意思 今天找到一個幫手 不過他正是屎坑三姑來的 什麼名字 疑請難送 那屎坑三姑到底是哪位呢 舊時候對未知的事都覺得是鬼神來的 不單是廣夫人是這樣 陷世界的人都是這樣 杭州有個趙翅姑 蘇州紹興有個坑三姑娘 而廣夫人說的屎坑三姑 這個屎坑是指茅廁的意思 而屎坑三姑其實就是管理廁所的神 管理廁所我想是保佑你唱通無阻 相傳這位三姑還服侍過武則天 在家裏排第三 所以個個都叫他做三姑 三姑年輕的時候生得鬼火那麼漂亮 連南宋皇帝李景都爬了他的糖 但李景的老婆就會嚇吵 每當李景出去的時候 他就在這裡虐待三姑 對他又打又罵又罰他洗廁所 終於有一天三姑頂不住了 在十五月完之夜上吊自身 武則天知道這件事之後 都很同情三姑 還下令封三姑為次臣 專門管理廁所 所以大家都叫他做屎坑三姑 後來民間就有個卒族 每年八月十五都會莊香拜神 請一些仙姑請一些神佛去幫自己解答問題 其中三姑就最容易請來 但是很難送走的 要給很多報酬才能送走 所以民間就有了這個說法 屎坑三姑容易請難送 有時候請人幫手是很容易的 但是如果你想甩手想他扯的話 就要給很多回報 很多好處才肯走 如果想形容下流賤格的咸豬手 又有什麼說法呢? 做頭不抹布 為什麼? 癢癢癢癢癢 阿龐你真是沒有鼻腦太眼鏡 是啊 他忍你不忍 這裡的忍是指緊張的忍 即是說你緊張他不緊張 皇帝不急太監急那種呢? 如果形容一個人脾氣不好 又可以怎樣說呢? 你要說他肆腸吃臭 為什麼? 又臭又硬 如果形容一個人說話沒什麼分寸 很輕易許下承諾 不可靠的就可以說他正一指摘下巴 口輕輕的 那翻肝燈籠下句又是什麼呢? 照犬照診 這裡的照除了是照明的意思 還有關照的意思 照遠不照近的意思 就是關照遠親不關照親近的人 今期的血後語暫時和大家分享這麼多 到最後阿婆說要考一下你 沙灣學下一個人娘 知道的話留個言 我們下一節再見 拜拜 如果有人疾你 我教你疾不退 發老控妹妹發老孝 但是阿婆 我遇到壞了的人又怎樣說呢? 你就說他 茶瓜送飯好奇又閒 那說他好猛又怎樣說呢? 叫他嘔雞嘔嘔嘔嘔嘔嘔嘔 那如果形容一些胡哩胡桃的人又怎樣說呢? 黑鬼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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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個姊妹 架錯老公 都叫他架來高腰的 又怎樣說呢? 架錯老公生錯仔 架錯老公生錯仔 那沒有牙佬飲湯呢? 這人沒有像下流 那除褲蛤屁呢? 哼都是一舉 那如果形容一件事 有內情是有QK的 又可以怎樣說呢? 周先生教書有警滾嘔嘔嘔嘔嘔嘔 警滾這兩個字 有香港學者認為是警滾 這個有待考證了 老公臨時考下你 時休擇飯下句是怎樣 这个人专门喜欢找人笨的,如果找到我的话又怎样说呢? 没有尾小猪,没有老子 如果形容没有本心的人又怎样说呢? 足迹淡,没有心肝 形容立心不良的人又怎样说呢? 子飘立足,打细心啊你 阿婆,我有一个很喜欢占人便宜的朋友 但又不是很意思说他,应该怎样说呢? 菠萝鸡靠痴的你 痴即是黏的意思 平时我们说的痴妈筋、痴腺、痴牙、痴餐、痴饮、痴食、痴胶花 都是用痴,而非病痴旁的痴 痴又引申为占人便宜的意思 菠萝鸡靠痴这句话其实是来自广州的一间寺庙 叫做菠萝庙 庙前面就是庙会,有很多东西埋的 其中一种就是用指痴成的鸡,作为当地很有特色 是一种吉祥之物 因为附近有间菠萝庙 所以就借用了庙的名字叫做菠萝鸡 刚才都说了,这只子鸡是用胶水刺的,不是真的 所以就有了菠萝鸡靠痴这句血后语 是专门用来讽刺的,喜欢占人便宜的人 你想想你身边有没有这种朋友呢? 有的话就远离他 那骑牛愚趁家下句又是什么呢? 嗯,出丑边愚熟人 那如果见到那些自不量力的人又怎样说他呢? 嗯,愚打鹿味就跟着了 那如果形容那些死撑的人又怎样说他呢? 死鸡撑困困困死定的 那形容那些隐气吞声的人又怎样说呢? 小头被狗咬,暗咬死定的 那邓珠石呢? 配襯的而已 那形容那些见了之后就不记得了 就可以说水过鸭背 没装在呢? 那年三十万借租? 嗯,好做不做 是有时候做人真的会为了生活,为了钱不顾尊严的 又怎样说呢? 如果形容那些好色之图 就可以说他做头抹布 咸咸汁汁 豉油瓶盖 又咸汁 那豉油的是字 很多人经常不写成个古字 看到吗? 是字是豆字加支 而古字是多了一个十字在上面 记得不要混乱用了 那形容那些陰险的人 就可以说他做冷寒佳砖 嗯,陰陰汁汁 那形容高傲的人 就可以说他 龟机打架早就了 那形容那些糊说八道 亂讲话的人 就可以说他 嗯,奸祖庙 那子宅下巴呢? 口轻轻的 口轻轻和下巴轻轻是一个意思 同样都是形容那些随口开瓦 随口笋挞鼻吸的人 那如果形容一些沒有本事的人又怎樣說呢? 那周新都呢? 那如果形容一些不可靠的人又怎樣說呢? 那形容一些小器的人就可以說他 正如風吹皇帝喚浪 那雞食放光蟲 那形容一些傻傻傻的人就可以說他 青山瓜陣陣地 形容一些雕架的人就可以說台棺材脫褲 嗯...得理死因 是有些人是很喜歡稀軟胖硬的 甚至專門喜歡稀乎若少就可以說他 嗯...正在風吹就乎滾軟的了 那廁所點燈? 餃子 那阿北閹雞呢? 有針母神 那毛毛雞呢? 嗯...扮大跌的 那如果形容一些冒充利害的人就可以說 他正在螞蟻帶著荔枝殼 嗯...通大套鬼呢? 我又問你 戴彼或曝光顧下一個人 知道的話,回答吧 那如果形容一些長篇大論 覺得很不耐煩的就可以說 不止騰的呢?又唱又走 那如果見到一些無可奈何 耐他不賀的人就可以說 難氣扣 災臉象 那豬屎屁插椒葉 出... 出... 蕊 那如果想形容一些很遲鈍的人 或者很懶惰的人 就可以說他 弄一四方木加眼釘 赤金玉 那形容一些唱反吊的人 就可以說他弄一枕頭木塞 包丫 那曬菲林呢? 哇...見得光光 那有些人是很喜歡搭散的 就可以說他 埋環圓 不是搭載的 那有些人是很黑人爭的 就可以說 鎮臺貓死身 爭鬼怨 那如果闖了 就可以說 床底破柴 嗯... 撞了大板 那有些人是很喜歡 專門選熟人樂手 專門找熟人笨的 就可以說他 製造一黃皮樹撩哥 不熟日 那如果形容兩個人有內情 就可以說 狗著馬坑有條路 那二叔公示田 聽養老 那聽即是等的意思 養即是指租養的意思 那二叔公排第幾 洞仔文 那有時候真的要張心比心 就可以說 迷水佬開門 過得自己又過得人 那泥菇齋菜呢? 沒有優宅的 那游泳即是好處的意思 那沒有游泳即是說 沒有好處 沒有好處 那形容一些男士 很軟弱就可以說 爭魚又爭鬼 沒有爭火去 那甩病的士巴馬呢? 德鵬牙 士巴馬即是板手 那德鵬牙和德扒口是一個意思 同樣都是說 那些人只說 不懂得做 那形容一些自討苦吃的人 就可以說 做一六榮亭看相 哦 沒有塞裸裸塞 那沒有染雞籠 自出自飲 沒有美飛駝 沒有影無蹤 那五間雞蹄 五枝醜 醜即是指醜時 那這裏一二相關 那有些人真的壞到無可救藥 就可以說他做一火燒石灰船 沒有得救了 救不到了 救不到了 那形容兩個人 急不來的話 就可以說他做一水溝油 水溝油 溝油 溝米 那豬肉浸醋呢? 嗯 好肉鮮 肉鮮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形容人的外貌 不好看 就叫做肉鮮 而另一個就是形容 被人擠的時候 好怕擠 也叫做肉鮮 肉鮮這兩個字 其實就是本字 北方人說肉麻 我們說肉鮮 麻和酸是同一樣東西 有些人賣布不帶赤 全身不涼 黃鮮上沙灘 死而已 生產 形容三分鐘熱度的人 就可以說他 生死坑三日香 武耳茶虎 黑白天鵝好像你一樣 日鵝夜鵝 好囉嗦 那生仔姑娘醉酒佬 不要又要 不醉又醉 生仔姑娘醉酒佬 是形容人家 口就說不好 但是如果有下次 又繼續 那你見到 那些生仔姑娘 痛的時候 就說不好啦 不要啦 但是如果有下次 又繼續生兒一個 又一個 醉酒佬 你都見過的 喝的時候 醉的時候 就說不好啦 下次不再喝了 但是如果有下次 又繼續醉 那所以這句說話 是形容些 法勢當食生菜 如果有下次 又繼續做的人 你又是否這樣的人呢 那關於粵語褶頭語 暫時和大家說著那麼多 到最後阿婆說要考考考你 考考你 厭老虎嫁女 下一句是甚麼 承吉思汗 下一句又是甚麼 知道的話 劉的言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你真是電老虎的契仔 甚麼意思啊 周日青 我說你真是死雞撐飯蓋 什麼意思? 死撐 我問你,公開西餐學下一個人? 知道的話,回答 在粵語裡面有很多血後語 但是現在很多新一代的廣東人 竟然不懂得說 再不說的話,我怕失傳 譬如經常說的 黃鮮上沙灘 死身撐 即是死敢 那生壽刀破柴,下一句是什麼? 斬就斬了 這句說話可以用來形容 有些人做生意,開架開到飛天那麼高 然後就當人家水魚一樣,湯得就湯 那冒染雞龍下一句是什麼? 好像你講,我自出自入 我說你真是脫眉猴 為什麼? 捉都捉不住 哇,你看看,飛鵝撲火 我自取滅亡 這句相當於入廁所點燈,找市 我又問你,沒有飛鵝撲下一個人 知道的話,留言回答 可愛一點,你真是婆婆媽媽 什麼意思啊? 婆婆媽媽 有些人如果虛心的話 不用問他,都自己弄出來 就可以說,真是鬼拍猴尾 就這樣? 不打字招 收了我,今天生意又不好啊? 不要提了,大王生意啊 為什麼啊? 多做 我打算賣些沒有人有的東西 你說好不好呢? 真是冷門生意啊 為什麼啊? 好做這樣做 啊,那這次真是豆腐跌落灰了 什麼意思啊? 吹又不成,剃又不成 即是沒有法子啊 怪不得你好像過吃飯熟 什麼意思啊? 好口好吃啊 其實這個沒有口好吃 即是說那些人好像沒有安穩的日子過 那意思啊 連吃都吃不安樂啊 怎麼會有安穩的日子過 才可以啊? 婆婆,秋仙你叫什麼的? 寒閃就是了 那寒閃跌落地 下一句又是什麼呢? 打落地就先收光了 我問你,廁所看報紙是什麼? 不識字? 不是,是去見去問啊 哦,即是邊看邊看 那我又問你了 綠豆煲醋,下一句是什麼呢? 蛤?是很清亮啊 不是,是寒甲酸啊 即是好像你這樣 去喝就穿一雙拖蟹啊 就是寒甲酸啊 哇,你看看殘雞鷹 飛機長潑虎那樣啊 哦,細胸不甘惡啊 婆婆,你做人 不要世間洋服店才可以啊 什麼愛知啊? 講一套做一套 那你沒有做香蕉時音啊 什麼意思啊? 通知大協啊 婆婆,你有時不要理他那麼多 打理他嗎? 我都要做軍花西天 什麼意思啊? 終直講 哦,即是有那句講那句 那形容沒有實際很虛浮 就可以說沒有米粥 水汪汪啊 什麼意思啊? 我們粥水汪汪啊 即是說很多水墳那樣的意思 那婆婆,上次件事你考慮成怎樣啊? 啊,貴賣布啊 什麼意思啊? 講一套 即是說不要提那件事 那意思 如果形容人不可靠 就可以說低欄杆 蓋住的 如果形容一些顯眼包 就可以說長頸老筍 突出的 婆婆說的突出 其實就是突出 婆婆,上次件事你決定成怎樣啊? 那些三十一千分兩份 什麼意思呢? 十五十六 哦,十五加十六就等於三十一 那十五十六就是形容一個人拿不定主義的意思 譬如說這件事我決定不了啊 十五十六 我做我都會生氣 還真 婆婆,你這樣是野和上身啊 啊 公天華人,你騙婆婆 你真是垃垃三姐了 什麼意思啊? 無法無天 你看一下,一群人在這裡吹水 真是垃垃瓷堂 什麼意思啊? 姓尿的多 尿士是一個大宗詞 人口又多 順得垃垃的 聊天的聊和姓尿的聊 是相近的 姓尿的多 其實就是說 聊天的人多 粵語的聊天 即是聊天吹水 姓尿的多 即是形容吹水的人很多 哇,婆婆,你的衣服很漂亮 是啊,當然漂亮 筆袋又好,九宮又好 你真是皇婆賣瓜 自賣自誇 不過這句說話 說了這麼多年又怎麼來的呢? 皇婆賣瓜 又為什麼會自賣自誇呢? 有個故事是這樣說的 皇婆不是皇婆婆 其實是一個姓王叫阿波的男人 因為她做事婆婆媽媽 所以被人叫她做皇婆 這個皇波是宋代西夏人 因為被戰略去到開封府 她很聰明 帶了自己的家鄉特產 湖瓜 即是今天說的蝦蜜瓜 去到當地賣 你知道蝦蜜瓜表面不好看 但裡面又香又甜又爽口 但當地人沒吃過 皇婆就唯有一邊切開給人免費試吃 一邊在那裡起勢地介紹 說這些瓜有多香有多爽有多甜 宋神中有一次微服出唇 見到皇婆在那裡賺自己的瓜有多好吃 就過去試了一口發覺 真的很棒 於是就說 賣東西應該好像皇婆賣瓜 自賣自誇 有何不可呢? 就是這樣 皇婆賣瓜自賣自誇 這句話就是這樣流傳開來 但不知道為什麼 傳下傳下就變成了扁儀的意思 變成了自己賺自己的東西 阿龐你感冒好了嗎? 打仗複雜 什麼意思? 整鎮 你說這件事為什麼? 探腩煲滑腩 為什麼? 沒得解 如果形容某個人想敲炸勒索 某個人又怎麼說呢? 中海人不懂得打工 什麼意思? 敲竹 這句話又為什麼呢? 不單止粵語有 其實普通話都有 普通話讀超煮羹 粵語讀 敲竹 敲竹的意思就是 利用別人的弱點或借口 去索取財物或抬高價格 又或者利用別人的短處 去謀取利益的意思 就為之敲竹鋼 這個敲竹鋼 是出自官場現營記 第十七回的其中一句 兄弟敲竹鋼也算會敲的了 難道這裡頭還有竹鋼不成? 即是相當於現在講的 敲詐勒索 或者老廣講的 打腳骨 這樣解 你知道打工這麼久 真觀念念 荷包乾淨 即是平州奶媽 為什麼? 賺個肚子 平州奶媽為什麼會賺個肚子呢? 形容做某件事沒有什麼賺頭 形容這招好洗得又有什麼血後語呢? 入珠熊阿赫屎 什麼意思? 當堂見公 廣府人習慣把珠血叫做珠熊 因為血血腥聲不是那麼老禮 血光之災嗎? 所以特地將它叫做珠熊 熊熊火火 熊運當頭的熊 因為有些人吃完珠熊之後 第二天就會去阿赫屎 公 這個公是出公的公 當堂見公也是當堂見公 即是立刻有效 阿婆說到這裡你有沒有問題? 沒有啊 阿爸上學 什麼意思? 沒有問題 粵語血後語真的要多些去講 這些是粵語的精髓來的 好了 今期暫時跟大家分享著這麼多 到最後阿婆說要考一下你 我問你 湯板卡羅有下一個人一樣 知道了 留個言 我們下一期再催過 拜拜